直到看见尔东升翻拍的功夫 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能超越周星驰 在一档演员竞技的综艺节目中 导演尔东升带领一众年轻演员 翻拍周星驰的经典制作功夫 然而做所有夸张的表演 让人直呼辣眼睛 也难怪王金慧说 30年内没有人能追上星野 你觉得他是最好的喜剧演员 是 他从来都是 但是这一套 我估计后面30年都很难有人追到的 如果问电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肯定是电影刚开始的讲报一角 由演员何文辉扮演 他是周星驰电影中唯一一个 没有恩基过的演员 并且本身就对电影非常感兴趣 经常有一些独特的想法 而周星驰也是十分欣赏他 给予何文辉最大的创作自由 演出效果自然十分精彩 但在翻拍作品中 看到李志廷版本的表演 完全把人物也成了一个智障少年 实在是没有让人想要看下去的欲望 另外原本在功夫中 破具特点的包祖公和包祖婆 无论是形象还是表演 都充满了喜剧效果 再看看翻拍版中的包祖公 顶着一头油腻卷发 严刑局之间都透露着猥琐 包祖婆也全然没有了霸气的感觉 反倒像极了泼腐马街 而且最明显的区别是 新爷非常有梗 这种笑点放在电影里一点也不违和 当他把炮掌扔出墙外 没想到出来的斧头帮头上冒烟 这画面谁看了都认不住笑吧 一只穿明剑 千军问马来相见 本属吧你 你别走啊 买棺材吧你 耳东声设计的二当家吊着威亚 从天而降 手里还拿着香蕉 如此明显的暗示 可能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后面他肯定会猜到自己扔的香蕉皮摔倒 这样的创意一点也没有新鲜感 你玩这般垃圾啊 加上范氏奇掉耳亮当的演技 陈国坤一个眼神就甩他八条街 其实单从前期准备阶段就能看出 耳东声对此次表演十分重视 不光要求演员一进到底 还对演员十分严格 刘耀文连吃了十五碗面 许为舟从二楼跳下膝盖受伤 最惨的李志亭在冬天顶着湿发 光腿站了将近两个小时 不管是戴牙套的沈月 还是被泼油漆都在尽可能 谎言剧情 甚至台词都差不多 在现场看到容子山和刘耀文的衣服太干净 一点也不符合角色形象 他便直接上手 往他们身上抹脏东西 还把豆浆直接泼在演员衣服上 可这些都太过表面 反观新年电影中的配角 无论是服装还是道具 每一样都非常贴合当下的情景 根据电影的背景 找来真正的武林高手 裁缝店的老板是红拳大师赵志玲 苦力强的扮演者 是少林弟子 是行语 擅长武郎八卦棍的 是著名金剧武生董志华 哪一位都是能人意识 更不必说新年亲自海选挑人 单从选角上 而东升就已经输了 并且电影中很多都是新年亲自指导师范 根据角色设计特定的标志性动作 教包租婆如何打人 幅度帮老大在电影里的舞蹈动作 也是新年设计并现场之道 电影中的每个角色 场景 细节 都是精心打磨过的 虽然尔东升很看重这次翻拍 全体工作人员也都很努力 所有的故事都被原封不动的复制了下来 但最终的喜剧效果 却让所有人都打盯一进 电影里的喜剧性已经荡然无存 没有一丝天然的表演 只有一种诡异而尴尬的气氛 尔东升的此番操作 不禁人人怀疑它是为了踪影效果 打着翻拍经典的幌子吸引观众 并不在意成果好坏 可即便如此 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还是出现了讽刺的一幕 尔东升的望角黑夜 竟然胜过星爷的功夫 取得了最佳导演奖 周星驰筹备多年 这部承载了他儿时功夫梦的电影 一经上映 便破了票房记录 成了头号大热门 是影坛至今都无法超越的景点 并且带着16个提名 强势冲击金像奖 堪称当晚最大的赢家 毫不夸张地说 电影在2004年 几乎是横扫了国内各大电影 哪怕是在欧美地区 同样大受欢迎 不负众望 在颁奖典礼上 功夫赢得了很多奖项 最佳音像效果 得奖的电影是功夫 最佳视角效果奖 是钟志恒 马永安 谭启昆 红志明良 功夫 四剪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动作设计的 愚莫屏 功夫 最佳剪剪 功夫 然而作为导演的周星驰 与最佳导演奖 嗤之交臂 再也忍不住黑了脸 耳东声却凭借望角黑夜 获得最佳导演奖 第二次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 耳东声望角黑夜 甚至最佳男主角都不是星爷 要知道其他奖项 含金量并不大 最有分量的是最佳男女主 和导演奖 功夫电影一个也不沾边 这不免让人调侃 苛刻满分 却不是第一名 即使是和星爷闹掰的王金 也不免为他打抱不平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就算过去了20年 功夫的评分也比望角黑夜要高 这些都足以证明星爷的导演能力 几十年后 耳东声给他带来的耻辱 终究被他亲手夺回 一部翻拍的功夫 向世人证明了 星爷才是永远的神 这倒不是说 耳东声的导演水平 不如周星驰 而是周星驰的每一部电影 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从不矫情 但却能在笑声中 让人感觉到一种温暖 电影中经常用夸张的手法 和诙谐的语言 表达对人生 对爱情 对友情的思索与感悟 让观众在欢笑中 体会到人生的真善美